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住湖州梅西镇的老丁说自己有一双儿女都已经成家 因为女儿招的是上门女婿 所以她想出钱给女儿盖新房 可是却遭到了儿子的反对 老娘就讲之一 小跟班人我行 本次调解特点 儿女成家 老人辛苦 想要做主 也要有度 是她的儿子 也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也是她的女儿 这是你女儿 你女儿是残妾的 不是残妾的 就不好找女婿 有人是这么找女婿 我儿子你把她那个带过来 她架过来那个沙发 撂在外面 很脏很脏 把她那个屋里 我也想要看 不想要 不想要 难看 我那个老头子你 她就是不要 舍不得丢 舍不得丢掉 那我就说把那个山花 那个依旧放心了 放在心里 把她这个屋里 也不要剪到弯 我们又是个老的 我儿子你我也好做主 姑娘你我也好做主 我儿子你她就不肯 公子 那个毛子公子 去打他 我讲我老子嘛 我打大儿子嘛 你总办是 不回来打我的了 谁知道我既打大 打他 他也偷了他了我 他也拿了我 都会把我这个手打 正说着 老丁的儿子和女婿 都走进门坐了下来 老娘就正想问问 儿子小丁 怎么敢打父亲呢 既然你来了 我很开心的 你来一个呢 解决我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天天吵啊 还不是一次解决好 对对对 我爸给我解 换回来以后 已经变成商务 等于说两个人 第一次分家 我就按照 我结婚以后开始 我就是这样说的 姐夫你 姐夫我说 你跟你结两 跟我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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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商量啊 你们要哪个 你挑的剩下的是我的 我还是这句话 你跟我姐夫 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当时是跟你讲的 就是这样 哥们呢 这个查理山 这个老房子 这个新房子 这个是 毛主山 我老头是这样分好的 这样拍好的 我叫他挑 我叫他挑 你挑的哪个 剩下是我的 他们 结果他挑了个什么呢 挑了个新房子 跟毛主山 毛主山 好 新房子又没见了 老秀的房子 是 等于说是 按照这个房子来 比就是新房子 跟老房子的区别 其实也不算新房子 是不是 好 哥们一年半不是两年 我爸又把他拍一翻 他说我没死 我说的话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这样翻 老房子 给我姐 新房子 查理山给我姐 还这样翻过来 翻过来 就好 当时翻过来以后 认不认可大家 同不同意这样翻过来 我也 我随便来 我好的呀 我也同意来 老秀你过来 你过来 我指一个地方 你过来 儿子小丁 随后拉着老娘 就去了分给他的新房子 这一次他又想说明 什么问题呢 新房子就这个新房子了 对啊 你看了 这个新房子 那现在你住在这里了 我没查到 我是不是要去收点 收点把茶 把茶叶 我自己炒 炒了在这上去卖 一年发卖 搞得好 有一个几万块钱要搞 这原来 就是一个没交过的地方 这样弯过来的 那你新房子分给我了 我是不是这个钢棚 是不是把它打直 你拉扯呢 我拉扯 我是不是要拉扯 你新房子给我了 我爸就不给我拉扯 就是叫我这样 这个钢棚 这样它打过去 这个有什么意思 问题我跟你说 这样打过去 打过去以后呢 那个大钢棚也在呢 我姐呢 就抱着这个呢 我姐就这样抱着 我那个大钢棚的师傅 他就不给他 不给他搞 小丁说 作为一家人 他本来是不计较分到房子的 哪一部分 但是自己想努力增加一些收入 却受到了父亲和姐姐的百般阻挠 这是他想不通的 这个房子也是我的 那个房子也是我的 你就是这样讲 那他就是这样讲的 你讲的话 我们老的是不是两个地方都可以住啊 不是 不要你住 那两个地方都可以住啊 那是空的 我到外面 我白色都可以 老了 你既然要分了 你分了就是给他们了 分个两个人的 我一个地方也没有了 你已经分了 你自己已经分了 你们签金有没有签好 签好的 那签好不好 但他们并不了阻碍你 你并且老人 你可以拿出自己的看法 也会去住 也会提出建议 而自己要深重的 但是你要跟他们共同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杀法我刚才听了 本身就是已经破烂的杀法 其实没有必要的 他们考虑到呢 是这个女婿嫁进来的时候 嫁妆 好像甩掉了可惜 这个老观念 其实这么破烂的杀法 做人都做不来了 他翻新了以后 那么不是更好 他要有个地方放 那么原来在哪里呢 要放到哪里就可以了吗 我就是这个想 就可以了吗 我就是这个想 这有什么好奇迦呢 他这个意思 不是指教 他这个意思就做 我就是这个想 这个东西不属于你的 属于我姐 跟我姐夫 你叫我姐夫 跟我说一下 你救了 这个东西 我放在你们这个堂 我站在没地方放 放你们堂物里放一下 我们是会同意的 两个老弟说 我的地方 我做主 你靠着真实了 我先搞过 你靠着真实了 你靠着真实了 我就熬了一个样子 几十号靠着真实了 你老卖了 我的地方 就是我做主 就说 你封给我了 还你来做主 那我做什么 那我是什么主人呢 对不对 你现在你老头 两个老的 哪怕你分给我 没分给我 随你怎么搞 你的东西 随你放在哪里 我没有权利阻止你 我还自私 我这句话 两个老的都在 我没有说过一句 天有家说的话 第二个 你既然就分 压缝好了 你我姐的东西 你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你不经过我的同意 等于说我就没有主 这个也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家是他的家 他要安排 他自己家里的房子 不是 这个时间没到呀 你看看 这个时间没到 老娘就听明白了 分家之后 小丁觉得 我的地盘我做主 姐姐要放沙发 就必须跟他商量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接着看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睡好吃好气血 好的烟鸡糖 桂皮颗粒 前堂老娘就 父亲老丁拿出了 当时的分家协议 他认为在这件事上 自己还是能说了算的 第一次的分家协议 我懂了 你认为这两个房子 没有到2020年 你还可以做主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的 所以你认为你不错的 对的 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也是老人 我再问 在你的心里 你感觉到这个房子 是不是已经给儿子了 给他的 那给他了好不好 你不当我儿子看的 什么一样的 老牛就在 你还是 我还是这句话 你不当我儿子看的 你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刚开始 老牛就 我上来的时候 我就说过一句话了 你要按照解决 家里 以后的事情 我就说到你以后 前面的事情 我不知问题 我想说一声 这个沙发 不是导火线 我也知道 好 这个导火线 沙发倒不是问题 沙发倒不是问题 尽管老丁夫妻俩 还是坚持 带老娘就去看了 搁置在小房间的沙发 可是老娘就 已经对儿子小丁 心里的疙瘩 有了初步的了解 听出来的 今天啊 其实这个沙发 并不是这个事情 你 你 沙发并不是事情 事情在哪里呢 不是 你这个 你这个姐姐残情的 是吧 那么父母性 肯定偏向她一点 这就是这句话 偏向她一点 我爸后面 直接说了一句 我就是要放这里 看你怎么办 这样我才发火的 这个问题 爸家们就讲了 小兄弟啊 没这个不要发这个火 这种房子的建起来 都是爸爸妈妈的辛苦努力 老爷爷 我现在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的地方 必须我做主 等于这个沙发 是你们女儿的 女婿的 那么你也 多接着这个事情 你们不要 我还是老子 这个事情 还要我来决定 你今天不要多考虑了 你叫我 你叫我姐夫讲 姐夫讲 这个沙发在你们这里摆一摆 今后你们是要用的 我在搬车 你跟他讲 我那天就说过的 你电话给我 回不来 电话给我打一下 没关系的 我还有这句话 好 他现在就跟你讲了 我没关系的 好 那就行了 那么你们不要接着 爸爸你不要感到这个心血 感到心里不平 是吧 我们到最后了 都是归孩子的了 你给了他以后 就不要干着他们了 老爷爷就在 房子 你现在就没有钱了 我爸我妈现在 15万 15万没有 12万肯定有 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老子今年已经有 我爸今年有68 我妈今年 数码的也要66 64 你这个12万已经搞掉了 照完照掉了 我姐在 你必须要我姐书面说清楚 你必须要说 致命是借的 沙发的问题原本是小事一桩 儿子小丁 看姐夫有了明确的态度 这才平了一口气 随后又把话题转到了 姐姐要盖的新房 二老究竟该不该拿钱出来 我妈没生病 我爸爸生病 看了什么 他没钱看 那我的钱不拿了 你说他 我社会上通得过去吧 你一定要他 我不要他出钱 那你死定 他生病 只要我活着 也不用他的钱 那都无所谓 只有你 我老婆大肚子的时候 我女儿怀疑 你给我检控了线 我不会 你到2020年 房子造不好 我给我姐的床认出来 我不会这样做 好 所以你们对儿子 太多心多心了 像我老头子 那一年 在府出趴来一看 看到六七万 如果说 这个钱 你不说清楚 你两个老的有钱 你看到六七万 我儿子 我现在没有钱 我跟你经计较 我儿子 三年五年以后 我有个五六十万 七八十万 百八万了 我不跟你计较这个钱 你看病啊 看那个十六万 你叫我拿个五六万出来 我拿得出来的 给你好了 那你感觉 这个房子应不应该做 做是可以 是要造的 是要造的 应该造的 那你感觉到 这个父母的钱 你们可不可以支配它 这个没权的 没权的 这个没权的 这个没权的 我问你意思 比如说 这个房子建 应该是我两个老夫妻建 应该是我女儿 跟我女婿建 这个房子的建筑 应该与你的女儿 女婿来承担 对啊 我也就是说 在这个厨房 对的 叫我女婿自己说 只不过你们有能力 帮助他们的 他们也有人接受 你们的帮助 那么用 我们亲修的名顺帐 那么要写个借条 这是你们的自由 这个 没有任何人感受你 他没有把我自由呀 我老头子把我不自由 把我不当 他的自己的老婆 这个你要这样讲 他只要有 老娘就 有钱用不就好了 我姐夫 你看我姐夫上桌 不敢上桌的 今天上桌 明天就要骂他 老娘就觉得 小丁的姐夫 既然做了上门女婿 如今小两口盖新房 自然应该挑起大梁 而且需要现在 就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你要挑起这个带子的 你这样 又一大女儿 这又没有 那怎么行的 建房子怎么办 只要你自己挑单子 撑上去说 撑上去 怕的不要怕的 你一个月不要 在家里面住个两天 你上班下班满进的 你不好的 你们两个给他压死了 知道了吗 你说平良心话 你能够找到他 已经很幸福了 你不要 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什么样的人了 你得寸进尺 我这个不好 这样德妹妹 这样讲话 有没有 能问你啊 你傻话 你不会丢了 毛端就在这里的 他没生活的 我看他可怜死的 你不要给他鼓励了 他也有家庭的 这句话我已经说的重点上了 小心你行不行 行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好 那么这个房 记了啊 这个房要依靠你们的 既然你讲有这个能力的 希望你通过你的努力 来造这个房 这个的大姐 这个送给你啊 传话的 不双手的 健康的 困保的 你们这个家里呢 去上一座爱的 去上一座爱的 好吗 那我都谢谢老年 好 老丁的一双儿女呢 都已经成年成家 作为父母应当给孩子足够的尊重 而作为儿女 也应当学会回报父母 平和的处理矛盾 学习一下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炎基堂桂皮克力 前堂老娘舅 萧珊的夏大姐说 她婆婆有四个子女 老大和老小是女儿 中间两个是儿子 如今婆婆年纪大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夏大姐说 迄今为止 老小一家根本没有承担起 这个赡养责任 老娘舅陈金林 小跟班清晨 本次调解特点 兄弟矛盾先搁置 赡养义务 别推脱 婆婆她全部要服侍的 我们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主要 两个儿子是不是 你老公还有 你老公还有弟弟 你的意思是 他们两个儿子在承担 是吗 是的 母亲都两个女 都是好 两个好 那好有个好 那就非到先 非我和哥哥 这句话我要听 那叫我和哥哥 那叫做个非能 非得哥 那两个能为能 老娘就还没来得及 询问小儿子一家的意见 刚刚赶来的 沈家小女婿 就做出了表态 她觉得两个哥哥 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你是缘子干我 哪个娘子缘的 哪哪个我 哪个我我 你是我的老娘就挺长 你得少一下 这个小妹 昨天医院去了 是不是 医院建议要住院 那么他们不给他 那是那个我 我就说我的我 怎么说 老娘就 昨天我跟我大姐去了 我帮她去看毛病了 她不是这个脚有毛病 因为她说摔了脏了疼 我们去看来 我们就是想配药嘛 给她配药 配药给她吃 去看医生 检查她脑子有毛病 脑子是七八年前就有 七八年前有毛病了 我老公携到家里养几天 嗑一嗑 这几天才用她姐姐家嘛 我要多少 哪有何功夫来呢 你才看我 你你我去说 我去说 不得 你不得 你不得 我跟她说 我两个困难 我两个困难 我我女姑父 我们在家 在车子起 我两个 车子要进 我的娘要进 那那那那 娘咋麻痹的 你看过来 这些麻痹 你看这些麻痹 在沈家小女儿看来 两个哥哥都有 推脱责任的嫌疑 就连前两年 母亲生病住院 也是她照料的比较多 我去大历 我去当这些 多少年 多少年 我去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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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这些 我也赌 我去当这些 我去当这些 两个女儿 老公死了 有人就是 你老太 你老母 你老太 我去当这些 现在 现在妈妈谁在管 现在妈妈在我家 现在 他妈等于出院了,到我们家住了半年,小的哥就说他们不能过来 他不能过来? 他不能不能过 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呢? 不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 不认识他们兄弟之间,兄弟之间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起初十号日,我妹妹家的选举一个月,对不对? 十七刚才起来,能拎我弟弟了,对不对? 我家半年,能拎我弟弟了,那我说,既然,多哥要做三五个,对不对? 多哥要公司,要做钞票,对不对? 我妹妹,我妹妹,你去当这去,那你那里,成方里,等于有,等, 帮我做车子,那我,给了我那两兄弟钞票, 一百公司一年,多少一年,对不对? 沈家大儿子表示,当初母亲出院的时候, 他和弟弟商量好,每半年轮流照顾,可没想到, 轮到弟弟的时候,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把母亲接过去了, 他不得已,才让妹妹过来帮忙照顾。 我跟弟弟说,就这样说,他们能拎你,我们拎你, 但是跟他们拎,不得干了。 你就是带你的小哥哥,带你,不得干了。 你看,他都好不好? 那今天啊? 你妹妹说,他们人们真的不关,不关你事,她会来承担,你说还要怎么样? 他怎么能拎我才能拎我,我哪个人拎我才能拎我。 我们也不知道。 你先让我,我等我吧,家长呢,我等我吧。 要不要一直,现在没有人能拎我,我会等我,不要等我。 姐姐 我问你 你这情况的 家庭人家的情况特助 对不对 那现在 你看看你妹妹太多对不对 妹妹太多对不对 那请我刚刚刚给你 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都有感情的 妹妹妈想 妹妹妈想 你们俩兄弟你看看 好 那么这时候 我的手不不得 好的 沈家大儿子表示 他一定会尽到赡养的义务 但弟弟对老母亲不管不顾的行为 实在是让他感到气愤 一旁的沈家小女婿解释 小儿子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兄弟之间存在纠纷 那个小的他就是 他这个老房子 老太婆要盯在那个老房子里的 是不是 你们把那个老房子卖了 就是你们要给个房子 房子是不是你卖掉的 不是大爹爹差掉了 那么我们再去问他一下 好不好 问他一下 你去不去 我去吧 我问一下 现在那边血刷 你妹妹的态度是比较好的 跟他摸的 哪里就把他都损水了 我问一样 要等我五零钱 什么都需要五零钱 家给老婆地买我的 四百零钱啊你 把他做满汉满碗 五千 那么四百零钱 应该你的了 应该你的对不对 那么你的认为就是 这个钱没有给你们平分的话 那么你就要不来养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要养 就要养钱 老娘就 我们不是为了 等 等阿波福康的一样 当日光等阿威尼威尽 等我来就求其 等我来就求我 当日人来干净 根本阿波等 关键他的日光等日光 没有增加的时候 他都已经 等 结婚了 好三十年了 小黑子也有三十年了 我公布都同到 一起去杀给他们 等同到保小黑 给他们管家啊 公布不杀 也给他们同到位 嗯嗯嗯 一方面小儿子觉得大哥 应该把卖老屋的钱分给他 另一方面小儿媳认为 婆婆对待两个儿子 一直都不太公平 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盐济堂贵皮克力 前堂老娘舅 老娘舅认为 即便老小一家 有再多抱怨 也不能推脱 赡养老母亲的责任 我就问你 他那现在已经养了 九个月了啊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又奔了 也要等我 差别奔 那么就咱不分的话 你就不来养了 是不是 但是老娘就告诉你 不能因为 这个利益没分平 我来推 推跳 赡养母亲的 这个责任 我们是不能推的 这个老娘就告诉你啊 养我 我养 那这个就是空话了 小儿子明确表示 只要大哥把卖房子的钱 分给他 他会赡养老母亲 对此 老娘舅 要向沈家大儿子 问个明白 很清楚的 他们呢 说养是要养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你妈妈 那天有些住的那间房间 你四万五千块卖掉了 是不是 是我麻掉的 麻掉了 几分家子要分给我的 是给你的 是有证明的吧 有 长子 孙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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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老卧 一间半 小卧冬面 小卧冬面 什么什么 猪圈 一间 猪圈 这个 就这个 这里的 赤子 审官权 的 兴物两间 好的 分好的 好 那么说明 那个房子是给你的 给我的 你卖的了 就是这个 是吧 没关系 老娘就把道理跟大家讲明白了 临走之前 也不忘去看一看 沈家老母亲 我希望他 我们老有所养 你又不是说没子没女 你是有子有女 有两个 有四个孩子 是不是 不应该 碰到什么情况 大家推托 是不应该的 那么还好 你的子女当中 有好的 对不对 你放心好了 好不好 那个老师 我送一个 床外的 爱的力量的 大礼包给你 里面这个东西的 都是环保的 不伤手 而且很好 因为你在做 慢慢给他洗洗碗碗 这个方便都很好 好不好 那么希望你们 不能有什么情况 有句话是什么呢 你们能说 有句话是什么呢 当日底人的 洗个滚了 小金多年 洗个泼 对不对 我们要这句话 你们都记了 没关系的 好不好 前大老娘舅 新手 盐济堂 龟皮颗粒 关爱失眠患者 举办大型免费一诊活动 如果您有失眠问题 即可通过 前大老娘舅 微信公众号 或者拨打4007051919 参与报名 报名成功者 不但有名医 为您免费问诊 还有亲美礼品相送 感受好生活 幸福笑起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 盐济堂 龟皮颗粒 前堂老娘舅 精彩综艺 热播大剧 就上中国蓝T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